欢迎收听 报效 妇科专家 在您开心的同时 不要忘记订阅 并点赞和分享 第125集 下函咋巴咋巴嘴 呃 貌似宪法里还真没规定 开会的人进门要敲门呢 任何的章程制度里也没有这个规定 疏忽了 下函连忙地转移话题 以化解自己的尴尬 那个 好了 这都是小事 我们身为医者就得有医者的样子 不要总是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 逮着不放 而是要把精力用到为百姓治病 为人民服务中去 而不是插科打混 不分轻重 呃 特别是某些同志啊 不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点本事 就天地不服 须知 人外青山楼外楼 要做好事就先做好人 我说完了 这下函的屁股刚刚坐在椅子上 断浪马上站了起来 哎呀 哎 这走后门进了 不 不对啊 这依靠才华进了我们阳光医院的下副院长 那说的对啊 你身为医者 不要总是想着装逼 完了还装不好 特别是某些同志 仗着自己有那么一点点本事 一点点资历 不想着服务百姓 服务人民 而是刚一进来 就想着撂脸子 摆架子 装犊子 那能行吗你 你想着新官上任三把火 烧出个牛气冲天来 你这样的思想呢 很要不得啊 这很危险 容易自焚呢 容易走的时候很安详 烧的时候火很旺 那呼呼呼 可爱着了 呃 我们下副院长说的对啊 这个人外青山楼外楼 墙中更有墙中手啊 我劝一下 有这样倾向的同志啊 一定要自鸣自省 装逼有风险 入室须谨慎 且行且珍惜啊 段浪这一席话 曹敏 张敏 佟海波 宋利等人文之 都是强自忍住自己的笑意 硬生生的把这股笑意给憋了回去 夏寒则是气得鼻子喷出了一道道白气来 这夏寒不得不承认 他遇到了对手了 这第一次见面的夏马威计划 彻底宣告破产了 对于这个空降过来的夏寒 段浪还不是十分了解 另外也不知道 曹敏对于这个空降过来的副院长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或者什么样的意图 所以呢 段浪暂时不想跟他结死仇的 就没有再继续的阴他 而是坐了下来 先观察观察形势 这一波护怼啊 以段浪全胜而告终 曹敏象征性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新来的副院长夏寒 然后接下来 就由这个夏寒副院长 做工作报告 这段浪最烦的 就是这种没完没了 又没什么用的会议 坐在席位上 他就开始神游天外了 夏寒说了一通 不痛不痒的屁话 和官方套词之后 开始慢慢的进入主题了 目前 我们阳光医院 在江城算是比较大的医院了 但是我们阳光医院 虽然助力江城多年 虽然是个假等医院 但是 却是一个二级假等医院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们还是一个二等医院呢 我觉得 这里面的原因 值得深思啊 除去外部因素 如床位不足 设备陈旧等等原因 我想更主要的 是因为我们阳光医院 人才资源的不足 当然 外部资源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之前曹院长也讲了 我们阳光医院 要借着这次文件精神的东方 一把劲 把阳光医院的等级提上去 一举升级成三级医院 甚至三级甲等医院 虽然我是一个新同志 但是 我也有这样的觉悟和决心的 大家 你们有没有啊 这是典型的 要呼声的讲话呀 自己抬自己 面对这样的讲话 底下的人能说什么呀 只能说 有 这几十号人一起响应着 夏寒的问话式的就职讲演 当然 段浪没搭理他 因为段浪从夏寒 这看似平常的铺垫式的讲话里 嗅出了一股 他觉得不太好的气息来 他看了看曹敏 曹敏也看了看他 呼啸了一下 然后点头示意 段浪继续听 果然呢 夏寒在铺垫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废话之后 开始将话题引入到正题了 他侃侃而谈道 根据目前阳光医院的设备 医院的规模 床位设置 建筑规模 人员配备 科室设置等等方面来讲 我们阳光医院要再进一步 我不得不说 很难很难哪 但是难 我们就怕了吗 不 以前的领导怎么做的 我不管 但是我既然来了 我要做的就是 让阳光医院强大起来 更好的为人民 为百姓服务 我会从人员配置 职务监查 诊疗方案 药品监管 药用器械使用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和制约 为进一步提升我院的综合诊疗服务质量而不懈努力 夏寒说到这儿 断浪算是彻底明白了 啊 这个新来的夏寒 这是要翻天呢 夏寒看似寥寥几句 所说的东西都是轻飘飘的带过的 但是里面的内容 却是多得很呢 他说他会从人员配置 职务监查 诊疗方案 药品监管 药用器械使用方面 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和制约 换句大白话说呢 人员配置 他有调动权乃至任免权 这是手握阳光医院人员生杀大权呢 居然被他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说了过去 职务监查呢 就是说他有管理权和批评权 也就是说呀 他就是头 是领导 是老大 我说了算 你们都得听老子的吆喝干活 诊疗方案和药品监管 那也就是说 用药的配方配武 以及一些流水线型的用药型号和品类 他说了算 各个药商 厂商都得跟供奉祖宗一样的供奉着他 要用器械 那就更不用说了 医疗器械从来就没有便宜的 其中利润之大 是难以想象 这些听起来没有什么惊涛骇浪的话里 包含着的玄机之身 平素人等根本就无从察觉 这里面的水也是深得吓人的 自然的 其中也包含着利益和百姓的钱包问题 公平与否 全凭他良心是否放的症啊 比如吧 做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 经过他的嘴皮子那么一动啊 几百元也是他 几万元也是他 这还只是涉及其中的一点而已 人员配置那就更不用说了 职场就是名利场 握权者 让你一言生 一言死 一言天堂 一言地狱啊 这还不算 这孙子居然还说什么 等等 等等是啥意思啊 这手伸的还不够长吗 这阳光医院照他这么说 成他自己家的私人诊所了 我去 这孙子谁啊 我去 来势汹汹啊 我去 这孙子吃了青龙心麒麟胆了 我去 曹敏这是要被架空啊 我去 这是谁给他的勇气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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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断浪看了看曹敏 发现曹敏是波澜不惊 古井无波 居然十分淡然 见曹敏如此镇定 断浪也不好说什么 夏涵把主要内容裹夹在平淡的说辞里 阐述完毕 他眼睛的余光扫了一圈众人 发现没有人反对 脸上浮现出了轻蔑的笑意来 他对于廖中海和周正雍说的 阳光医院是什么虎学龙潭的说法 表示了轻蔑和轻松 这就是实力的差别啊 夏涵尽管内心有点小高兴 但是嘴上的话依然客套的说着 当然 这客套之中带着锋芒 这就是他一贯的形式风格 这也是他融会贯通了东西方文化 和中西一余一体之大成之后的自信呢 夏涵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继续的信心满满的侃侃而谈 我们阳光医院多少年的老医院了 但是至今仍然是二级医院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我们医院需要调整 需要变革 需要上进 需要与时俱进 需要与时代接轨 从人事安排 工作调整 人才引进 设备更新 技能培训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才能使阳光医院更进一步 这样才能更好的 更快的 更多的 更全面的为人民服务 为阳光医院这个老牌医院证明 同时也为我们自己证明 可是啊 据我来之前这段日子 对阳光医院的调查 我发现 阳光医院人事混乱 治疗流程混乱 有很多人在其位 不谋其症 整天的就在医院里混资历 混工资 装大爷 说大话 不办实事 等等恶劣的情况 我看了资料之后 颇为震撼 阳光医院 阳光医院 一切都要是阳光的 才不枉叫阳光医院 阳光医院要进步 要发展 是绝对不能容忍 这种嘴皮子厉害 而本是稀松的硕鼠 尸位素参的 这夏寒说到这儿 段浪猛的抬头 眼睛的冷光射向了夏寒 夏寒 开始下刀子宰人了吗 如果说别人的 古文功底不行 不知道夏寒这句话里 硕鼠是什么意思 段浪的古文功底 可是不输给任何人的 夏寒这句话里的 硕鼠两字 别人可能听不太懂 但是段浪却是知道的 其典故呢 来自于先秦的一位 无法考证的 无名人士的一首词 硕鼠 里面头一句就是 硕鼠硕鼠 无时我数 三岁灌辱 莫我肯顾 这翻译过来的 大体意思就是 大耗子呀 大耗子 别他妈吃老子的黄米了 老子辛勤的劳动 辛苦的种田 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 搞出点粮食来 都他妈让你这耗子给吃了 你到底管不管 老子的死活呀 师位素参对应这个硕鼠 那可谓再贴切不过了 断浪已经听出来 这下寒接下来 就该冲自己开刀了 果然呢 这下寒清了清嗓子的 咱们阳光医院 之所以多年停滞不前 被甩在多个医院的下面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人事庸肿 有太多太多 光吃饭不干活 光领工资不干活的硕鼠 不但不能为医院 做出贡献和奉献价值 反而医院不多的人的 努力成果 还要被这些人分食 这种事 是可认 孰不可认 以前阳光医院什么样 我不管 但是既然上级 对我下寒信任 我就绝不能辜负 领导的重托 我来咱们院 第一件事 就是会把这些大老鼠 说到这儿 这下寒停顿了 他大概察觉到了 这么半天 他一直说他自己 怎么怎么着 完全忽视了 他还有一个上司 院长曹敏呢 于是他改了一下口道 我来咱们院呢 第一件事 就是和院长一起 把这些师尾素餐 人人喊打的大老鼠 清除人民的队伍 有用的人则留止 无用的人 将会被清退 先还阳光医院 一个朗朗乾坤 说到这儿 夏寒停顿了一下 这句话的最后四个字 他咬得很重 代表着一段话的结束 也就代表着 此时此刻 他需要掌声了 第126集 但是阳光医院的同人们 很不争气的 也很不会来事的 无动于衷 都是眼巴巴的 继续看着夏寒 没一个人鼓掌 夏寒尴尬的 咳嗽了一下 又重复了一句 欢阳光医院 一个朗朗乾坤 朗朗乾坤 乾坤 就在这时啊 断浪一声大喝 鼓掌 他带头鼓起掌来 这时候 人们才似乎从迷梦中惊醒 一起啪啪啪地鼓起掌来了 众人鼓掌 掌声震天呢 这夏寒的脸上 带着辟腻天下一般的 淡然的微笑 仿若一个站在摇车里 检阅士兵的帝王 慢慢地挥手 但是这挥手呢 在断浪看 就好像是跟 红苍蝇一样的架势 夏寒挥手压下了掌声 此时此刻呀 这夏寒像是一个 真正的阳光医院的 第一把手一样 挺直了自己的身板 连眼光都变得坚毅起来 断浪眼睛中的精光 再次一闪 直觉告诉段浪 这个夏寒铺垫了这么长 似乎该开始大开杀戒了 果然 这夏寒清了清嗓子 拔高了一个音调 既然呢 我受到上级领导的委派 来到阳光医院 那么我一定会认真履行好 自己的职责 打压阳光医院的一切歪风邪气 要阳光医院充满着阳光 和一股浩然正气 这是需要我做的 也是我必须做的 随即呢 这夏寒把目光移向了断浪 断浪是吧 我听说 你在阳光医院身负一个闲职 并且拿着不比一个主任 一时低的工资 而且不但如此 据我所知啊 你已经半个月没来上班了 今天才是这半个月以来 第一次来上班 还是被人叫起来的 对吗 断浪文言顿时一领呢 至此 这夏寒已经正式开始进攻了 第一个就是拿他断浪开刀啊 断浪眯了眯眼睛 微微的笑了笑 不错啊 这之前 我一直担任顾问的职位 需要我我就来 不需要我 我就不来招人闲了 夏寒一脸冰霜啊 断浪 听说你是个人才 内科外科 中医西医 无所不能 这样的人才 怎么可能给你安排一个闲差呢 大概你是徒有虚名吧 断浪的眼神一脸 哼 我徒有虚名不徒有虚名 还轮不到你来说吧 你算哪根毛啊你 你 夏寒文言手指着断浪气得浑身发抖 手指使劲地点了断浪几下 虽然他愤怒至极 但是夏寒却是深吸了一口气 硬生生地将这口气给咽了下去 这让断浪很是一惊啊 此人的容忍之力远非常人所及 怕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 果然夏寒瞬间平复了自己的情绪 然后呵呵地笑了一下 呵呵呵我的老师教过我 狗咬了你一口你不能咬一口回去啊 这就是人和畜生的区别 哦呵呵呵 哎看来你这老师能教出畜生徒弟 呵看来果然跟畜生私混得很熟啊 会不会你的老师本来就是一个畜生啊 啊夏副院长 你老师哪一科的 是犬科的猫科还大能科的 会牵人吗 这夏寒文言再次咕噜一声咽下了一口唾沫 夏寒猛地看向断浪 断浪你是怎么说话呢 断浪一脸的无所谓地看着夏寒 呵呵地笑着 呵呵 我怎么说话了 你怎么说话我就怎么说话呀 难不成这阳光医院打你来了 就只能周关放火 而不许百姓点灯了吗 真是岂有此理 夏寒眯着眼睛 眼睛里满是恶毒啊 盯着断浪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竟然呵呵地他又笑了一下 夏寒竟然不再理会断浪了 而是把眼睛看向众人 然后淡淡地丢出了一句话来 阳光医院从来不养闲人 现在我宣布 阳光医院所谓的顾问一职 以及一切其他职务 一律撤销 这下寒的声音不大 但是这样的消息 尾时是让众人震惊啊 现在的断浪在阳光医院 那可是全是滔天的人物 现在的断浪的全是 简直就是相当于乾隆时期的和珅 慈禧时代的李莲英 西宗时期的魏忠贤 岂是一个霸道了得 那简直叫一个无法无天呢 而这个下寒来阳光医院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拿断浪开刀 阳光医院这是彻底要变天吗 众人看了看断浪 又看向了曹敏 下寒能不能变天 整个阳光医院 大概也就只有曹敏才能决定了 但是众人看到的是 曹敏默默无言 眼睛中依然是古井无波 死水无澜 哎呀 这曹敏居然放任不管 这无言就是默许啊 难道说从今以后 阳光医院真的就成了 这空降来的下寒的一言堂了吗 断浪也扫了一眼曹敏 见曹敏居然没反应 断浪是心里一领 他知道 这个下寒还真是来势汹汹啊 想必他身后的后台 是曹敏所远远不能比的 再说了 曹敏可能根本就没什么后台 他的后台啊 大概就是自己了吧 这阳光医院刚刚被诉清 就来了这么一个东西 还真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啊 断浪没有说话 这事儿得要跟曹敏好好谈谈 见断浪没说话 下寒的腰板又挺直了一些 在中心医院的时候 廖中海和他的师哥周正雍就说了 在阳光医院只要是能制住了断浪 那么几乎就等于控制住了整个阳光医院的局势了 现在看来这个断浪也不过儿耳 夏寒把这枚重磅炸弹轻飘飘的放了下去 断浪果然是没有一点声息的 夏寒很满意 看来啊 这个断浪还是很识实物的嘛 真是的 江湖之中啊 谁的刀块 谁的拳头大 谁就有理 别的那都是浮云 断浪这块骨头 还不就是一句话就啃掉了 这就叫擒贼擒王啊 夏寒很满意他所制造的震撼效果 宣布完了命令之后 一脸的慈祥的微笑 笑得就如四月的菊花 春花看向断浪 断医生 对于本人的决定 你可有意义啊 断浪也跟着微笑着对视 我断浪向来服从上级组织和领导的安排 夏寒哈哈一阵大笑啊 对的嘛 这才是一个好医生的正常觉悟 放心 组织上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当然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蛋的 断浪没看他 而是再次看向曹敏 到了这种时刻 屠戮他的左膀右臂的时刻 曹敏居然还能稳坐军中仗 他还真沉得住气呀 夏寒笑眯眯的掠过了断浪 然后看向夏寒的众人 都说呀 这新官上任三把火 其实我夏寒不想这么俗 烧着几把火的 但是我一看呢 咱们阳光医院如此一团糟糕 盈盈狗狗 沆泻一气 我的心痛啊 所以 这几把火 还得烧啊 我现在宣布第二个命令 阳光医院 所有主治医生以上职务的 在职人员 职务全部撤销 众人文言顿时瞪圆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啥玩了 这夏寒他妈的玩大了吧他 你这是要造反呢你啊 你这是要制造动乱吗你啊 那几个菜呀 给你喝这逼啊 不是 喝这德行 众人全都是一种 看着史前怪兽的目光 看着这个来者不善的夏寒 此时此刻 众人心中几乎都是一冷 真是人如其名啊 此人冷血的手腕 简直就如同灼热夏日里的一块寒冰 当真是冷漠的可以啊 这孙子 人是冷的 心是冷的 血也是冷的 我冻离吃多了吧 这一来就要将阳光医院的人悉数拿掉吗 众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唯一能对其造成制约的院长曹敏 可是众人失望了 这曹敏自始至终的都是寥寥无言 此刻这等形式之下 依然淡定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没有说话 一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稳重样子 他这样的表现 他这样的表现让众人的内心平生出一股绝望来 连砸所有人饭碗的这等事情 他这个堂堂院长都是一言不发 那么他大概是真的不会再说话了 此时此刻 会场之上 这夏寒俨然已经是这里所有人的主宰 所有人命运的主宰 是杀是寡 是生是死 全凭其一念之间 庞若无人 这人到底他们什么来头啊 所有人都是一言不发 面无表情 夏寒却是淡然微笑 他就像是绝望枯草中的 唯一的一朵燕红的菊花 正在骄傲的迎风怒放呢 在座的所有人 几乎都是从底层爬上来的 职场轻压的波云诡异 其实说白了 无非是看自己的靠山有多大 徒劳的争辩 只会让人丧失最后的机会 此时此刻 绝对不是当出头鸟的好机会啊 这夏寒风头正进 来路不明 连草敏都必让三分呢 不 甚至说必让十分都不为过呀 别人还挣个什么劲啊 且听一听再说吧 忍一时虽然未必风平浪静 但是却为自保提供了一点可能性啊 夏寒说完这句话 见周围没有人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夏寒的脸上浮现了一副满意的表情 然后乐呵呵的笑着道 呵呵呵 诸位不要紧张 不要用这种凶恶的眼神看着我 我夏寒也是吃五骨砸粮长大的 心也是肉长的 自然不会上来就砸了各位的饭碗的 我上面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我说阳光医院所有主治医师以上职务的在职人员 职务全部撤销 并不是真正的撤销啊 夏寒这话一出 阳光医院下面的同仁顿时长舒了一口气啊 你妈的 真吓得老子心脏病都要犯了 就说嘛 你妈 怎么可能上来就把人都撤了呢 就算你后台再硬 你他妈也太牛逼霸道了点吧 你他妈难道要当光杆司令 支撑起一个硕大的医院吗 这孙子 他娘的 贾明在下面拍着自己的心口 小声的跟公正说 哎呀妈的 我差点把老子尿子吓出来啊 公正也小声的回应着 可不是嘛 这新来这孙子 那一惊一乍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要是撤了 我媳妇还不扒了我的皮啊 老子房贷车贷儿子的学费 哪弄去我 娘的 吓得老子肾严差点犯了 好玄拉拉尿 我跟你说 来你摸摸 看实没实 上院主我摸什么玩意买了 我抬的 你自己摸去 这杨伟也连忙凑上来 奶奶个腿啊 把我小兄弟吓得都缩进去了 来你摸摸 滚一边去 你摸她的 妈妈 你摸到这儿 ! 没有 老老 妻 老眼 不费的 老手 没有